一颗号橙橙就只有一颗石头 难不成价值人城 我这就去当铺点的 你好 麻烦帮我看一下这价值人城的石头 是多少座鱼小村 欲文不值 就是一块普通石头 什么 我的金砖银砖就换了普通的石头 恪恶的矿工 不行 再找另外一个人无济于事 我要自己潜入进去 拿上剩下的金砖银砖来购买设备 就算不过游泳 也一定能潜入海底 这就是鱼小村唯一卖设备的地方了 有人在吗 客官你需要点什么呢 不会游泳 有什么设备穿上就能潜入海底 游泳 你看 这是本店最新款潜水白帮 还自带氧气 有氧气 那我就不会淹死了 不错不错 还有吗 这是夜市眼镜 伸缩钩 逃生火箭 这套组合 绝对能横扫深海 多少钱 我买了 64块钻石 64 行 为了找到尼克号宝藏 豁出去了 接下着木装 潜入海底找宝藏去了 这底下就有一条深海裂缝 爷爷说的宝藏就在这里了 金子 我看到金子 好你个矿工 竟然蒙骗的小姐 有了这些金子 我就是富人了 再继续下去看看 鲨鱼 还真的有鲨鱼啊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我只是来挖点金子钻石的 这还有好多的情况 不过我要挖到什么时候啊 究竟何人闯入我的领域 谁 谁在说话 啊 鲨鱼竟然会说话 快一点离开这 不然我这机关泡客就不客气了 我怎么能轻易离开 鲨鱼大人 喜怒喜怒 金子我是来帮你的 帮我 帮我们什么 你想啊 你们曾经生活在海底裂缝 终日无阳光 我是来帮你们建鲨鱼馆的 可大可漂亮的 真的吗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不过建鲨鱼馆需要大量的矿石 你能帮我采矿吗 没问题 看我鲨鱼炮的厉害 哄哄哄 哇塞 你的鲨鱼炮可真厉害啊 有了这么多金属矿 天下可以当有钱的富人了 好了吗 好了吗 累死我了 不够不够 继续继续 我还有更多的金子矿石 没问题没问题 这次我来三倍激光炮 看我把这座矿石全部变成沙利 厉害厉害 好厉害啊 全都装进我的兜里 好了 谢谢你 我这次把矿石变成水管 等我的好消息 拜拜 我的金砖银砖终于回来了 还有大量的钱 买下与小村所有土地 矿贼 你需要逃跑 哼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命 看我把你的矿东全剩了 我的房子全都没了 看我 好这条 我把你放下去了 大量的